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家要学习这个人工智能学习系统 他们不会一次半次就学得懂的 不停地听多几次 慢慢你自己的脑神经就能够达置一个平衡 你就成为神经原网络深度学习的一部分 你去慢慢听多几次语言无言你就会学习的了 不要紧 大家继续努力 看下去这个Jeffrey Hinton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Cannagin Madeline之前 曾经教过 他就说在他这个基础上面 在Hofield Network的基础上面 他就做了一样东西叫Boisman Machine 我想问一下这个Boisman Machine 是不是那个位Lewis Boisman 就是说是那个 就是热力学那个 为什么是热力学那个 而且这个也是小弟博士不业论文里面 不可小的一部分 我自己都玩很多Bosemann Equation 那为什么呢 因为Bosemann Equation这个东西在一个统计力学里面 就是它是很多叫做统计力学或者热力学的方程式的祖师爷 OK 你有了这个Bosemann的方程式 你就可以推导到很多我们的义力学的定律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说如果我将这个神经元网络系统 它里面的资讯 就是刚才都没有时间讲清楚就是说 我怎么定义到现在我这个神经元系统已经是被充分地训练了 已经完全全能够代表到外来承受的资讯呢 我究竟要读多少次书 你才叫真正是学得识学得准呢 OK 其实我们现在呢 由Hofield那里给了一个定义出来的 我们就去定义了一个方程 那个方程是借鉴了这个凝聚态物理的一个方程 它就用了一个能量的概念来代表着它 OK 一个系统 什么为之能够已经完全学习到 充分学习到外来的资讯呢 就是它的能量几数已经达至最低点 OK 好了 这里就来到Boseman的机器那样东西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如果要听到刚才那一节就是说 人工智能它最重要的就是 你砌出来的网络系统 你要展现到有部分和你人脑有差不多的特征才行 Hofield Network 做到一个好一点的第一步 有少许记忆和少许可以叫做分类学习的能力 OK 就是有少许这样 但问题就是一些复杂一点的任务它是做不到的 如果譬如说我给你的问题或者给你的pattern 它背后是牵涉到一些叫非线性现象的东西 它就乱了大龙的了 而且很容易转弯一下有些系统就是其中一个神经元不能再更新 不能再学习就死了 OK 所以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这里 由这个Hofield Network 开始 其实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AI寒冬 就是没有什么突破 就没有人想到有没有其他一些的network 形态 或者做什么小小的修正 让它可以解决 避免了以往的问题呢 所以这里就要讲到Hinton他们这班人的贡献 他们就想了 你要参考我们人老的神经元如何接驳 其实人老的神经元接驳也不是四五个神经元 那四五个神经元不一定是每一个都拼住另外那几个的 就是你N个神经元 你其中一个成员不一定要拼住其他N减一个成员的 我们脑里面的神经元就是上十亿个 你不会每一个神经元都拼住另外十亿减一这么多个 其他的神经元的 是可能拼住周围那十多个已经很夸张了 所以一定是有些 就是我们人老都不 其实可以是有一些的接驳是可以省略了去 从而令到你那个的学习和运算是更加有效 这个是由我们人老给出来的启示 所以你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 他要想到这些东西 其实他自己要补课了 学习一下人老神经元的结构 去向那些医生和那些老神经科学家 那里学习一下一些基本 重新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或者反过来 本身研究老神经元的人 自己要去到那个统计力学 去到统计力学101 就要互相一个学习过程 其实这些过程 就算当初发现DNA的结构 在1950年、1960年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在当时拿诺贝尔奖的那几个科学家身上 所以一定是跨科的那些东西 那刚才上一节讲到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由Hopfield Network到今时今日 这些深度学习网络 中间还有很多技术瓶颈尾突破的 比如就是说那个旧有的网络 还是太过于简单 以及未是完整能够 反映到我们老部的现实 那于是乎 就有人去想了 我们可不可以再推进一些 我们去 将那个网络 建构另外一种 那譬如刚才说的叫Boseman Machine 那些就是什么呢? 神经元网络里面 就不是说所有那么多粒 都一定是连了其他的 而且还有几粒 是不参与任何input和output的 就是说你开头的资讯 那个数据有四个资讯 你就不是输入到四个神经元那里 你就可能将那四个资讯 将它拼在其中两个神经元 但是还有其他那两三四个神经元 就不和你最原早的input 是有关系的 也不和你最后的output有关系 但是它纯粹就参与在你中间的神经元网络那里 就有一些叫Hidden Neuron 一些的成员在那里 那其实呢 你又不是太难明白的 你用电脑也是的 真真正正和你接触的是Keyboard 是Mouse 你不需要真真正正摸到里面 整个CPU里面每一个的 導电位 每一个的端子 你不需要接触到的 里面很多东西是Hidden 但是它就参与了运算在那里了 台长现在你展示出来的图就是 蓝色那三个呢 就是会和外界接触 输入输出的那三个神经元 另外白色那几个呢 就是我们叫Hidden Layer的那些东西 而且这个Hidden Layer呢 如果说一个最初代的 叫做Boseman的一个网络 一个Boseman machine 它们都会和其他全部接隔了 但是如果我把其中的一些connection 拿走了 而且可能里面有几条路 就是不再是双程路 只是单程路 我就是叫做限制了的一个Boseman machine 那这个叫做restricted Boseman machine 这个东西呢 后来就发现了 原来更加厉害 比我们先前的Hofield Network 和这些叫做最初代的Boseman machine 是更加厉害 它一样可以拥有 学习和记忆的能力之余 它的运算是快很多 另外Hidden他给的贡献 不只是去帮忙去继续去研究这些东西 而其中一件事呢 很重要的就是 它引入了一些运算的过程 这件事就比较牵涉到计算机科学层面了 又很有趣 刚好那件事我自己也学过一下 就是呢 我记得当年我和我老师 我研究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我写了一堆方程式出来 那个方程式很复杂 我不懂得解释 那我老师说 这个积分 这条公式 你不需要硬解它 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 一些的简化 一些的近似 然后借用一些很清楚的数学的方法 来帮你找一个很小的运算 就可以帮你找到一个很接近的答案 而这一种正正就是统计力学的人最擅长的一件事 那为什么这件事对深度学校有帮助呢 因为深度学校你要学得快 你希望它承载外来 这个input承载得快 你是要想一些方法的 你如果真的等它自己慢慢学 是可以学很久的 你就可以在数学层面想一些方法 令到更加快可以达到那个平衡点 就是达到刚才所说的 Hopfield Network最低能量的状态 就是令到你给一个input出来 它很快的那个网络就已经很快就学到了 就已经承载了你的资讯了 你再给其他新东西来就没问题了 那有什么的简单的方法去帮我们去 令到它更加快去学习呢 那就视乎你 想不想到一些的运算的途径 令到它更加快跌下去最低能量的状态 你要更加快跌下去最低能量的状态 你就要找一个最斜的斜波测下去 所以它有一个概念叫Steepest Descent 这个在应用数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或者甚至乎很多学电脑的人会想 我怎样可以找一个答案找得最快呢 譬如我解方程的时候 怎样可以令到最快找到一个方程的解 你如果盲中中地去找是很慢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在你计算里面 懂得找最斜的斜波测下去 测下去的答案那里呢 那就为之快了 那Hinton这班人就懂得去做这件事 就令到它除了它不再停留在Hopfield Network 它玩一些更加複雜的Network 再想一些新的方法去促成新的Network 最后就长话短说了 整个深度学习的网络怎么成事呢 就是不要停留在这些Hopfield Network 就要去我们再注意力放去 叫做很多单 就是不一定是全部双程路 不一定是所有神经元都连接了 是部分的神经元和部分有连接 譬如第一层和第二层有连接 第二层又未必有双程路回到第一层那里 然后可能就是层层慢慢层层传递 一层之间的神经元互相有连接 但是它和后面另外有一层 又有一些的双程或者单程路连接 他们就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去建构这个网络 而且将这些神经元网络不只有一层 我说一层的意思就是 它可能一层里面有几个神经元和外界连接 input和output 另外有些神经元参与运算 但是不参与输入输出 这里有一层 然后再将它的结果 它的output 再变成下一层的input 再接到下一层 一层又一层地放进去 究竟要多少层才够呢? 其实是不知道的 是一个open question来的 但是现在我们发觉就是 我们放的一层数越多的时候 它发觉展现出来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强 强到有一些的层数 我们根本上不知道原来学习一些更加更复杂的东西 就是现在就很有趣了 我们慢慢知道就是说 你如果想学习一个更复杂的系统 你的神经元网络就需要更加多的神经元 而且这些神经元是需要按着我们一些既定的规则去连结和排列 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一层一层层叠这样层层输送下去 数据经过一层的学习分析 再将它输出去做第二层再学习分析 跟着从层层这样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觉整个机器给出来的结果 它会更加能够去展现到好像跟我们老部的特色一样 我不会说我们的老部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砌出来 但是这个结构是足够有 是比较有系统和能够反映到更加多的复杂 其实应该说更加像我们老部的结构 其实我们的老部都是 它们虽然不是一层一层地摆 但是可能是一部分一件的功能分析地摆 这个语言区和旁边的视角区 它们自己里面多些连结 但是我们两者之间又有部分的连结 跟着记忆和情感的区域 控制荷尔蒙分析那些 也都有各个部分的功能分析去处理不同的资讯 就好像老部里面不同的功能分析 就是里面有每一个比较紧密的连结的功能区 其实这件事就好像一层一层一层 所以现在我们今时今日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网络是继承了 完全全是我们经历了好几十年的研究 首先发现一下原来神经原网络 有一些部分能够反映到我们人脑的一些能力 然后我们再将这件事发扬光大 再将里面比较无效的部分拿走 以及引入一些新的运算方法 令到我们更加快地达到的结果 再将这个结构砌得复杂一些 就变成我们今时今日这个系统 所以一去到我想 你如果说回现在今时今日 这个人工智能的最大突破 很多时候就一定要提到那个AlphaGo 我想我们整个科学新资 人工智能的讨论 我们以前 就来十年了 我们做科学新资 如果说科普节目 我和台长你不止做十年了 开始我由AlphaGo讲起 接着就讲深度学习的那些东西 但是原来背后的故事 怎样去层层跌下去呢? 你就发觉有这班这样的物理学家 和计算机科学的人 里面是牵涉到一些数学的技巧 和统计力学的手段 你去帮他们去查这个网络 究竟是否好过我们另外一种的设计 我想不只是定义一条式那么简单 而是你令到这件事 是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去量化 怎样为之有效和无效 最后是直接协助到整个设计和建构 我想这个工作是重要的 不只是发明一件事那么简单 而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去教你如何继续发展下去 这一节还比刚才那一节 先说好 AlphaGo不止在科学申述 我们有讲的神秘之夜都有 2022神秘之夜 我们几个月之前也有 陈正仁博士回来香港的时候 我们也有讨论过这个题目 所以大家就可以再参考一下那一集 那我们这一节就要连 我们接着下来就第四节 要讲化学奖了 这一节就要讲